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今天回来投资一段时间 这一节跟大家谈谈 花旗集团逆向分拆股份 究竟是否买入花旗的时机 其实花旗在金融风暴里面 都是一个挺损失的 股价也跌得很残 现在又希望逆向分拆股份 即是组合一些股票 希望推高股价 其实是否买入的时机呢 其实什么叫逆向的分拆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合股 平时叫拆股 现在叫合股 今次花旗人行 我们用的是十合一 即是十股变一股 所以你今早看花旗人行的图价表 价钱表 你看到是四字头 即是45元 你不要突然很开心 昨天 4元 今天45元 我说升了很多 这次就发达了 原来不是 这是合股 所以十合一的时候 一股以前的4元 变成今次的45元 合股来说 这次他们会选用这个合股 让大家分析一下吧 其实 合股的原因是因为第一 就是说一个国际的大的银行 很多时候 如果你告诉别人 我的银行股价值4元 就跟我的那间逗离公司差不多 即是不太好 在政治上 或者概念上 被人的印象 对 印象差 所以很多时候合股 有给个价格说 四十几元 差不多 今次来计 合股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提高一些股价 第二就是说 很多的公司 比如说基金公司 甚至institutional的公司 就不喜欢持有些 那叫做蚊型股 或者叫做低的股价 就是几元的那些不厚 没错 变成他有的章程 就是说他招股 就是他合股那些 很多时候就说 一定要持有些股票 可能是5元 甚至10元以上 所以很多大户 都不敢持有City 因为为什么 现在是4元 变成合了之后 他持有45元 理术当然就是说 可以买入一些 对那些大户来计 亦都可以追捧这些 这两个原因都OK 但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也不是 是分股息的问题 股息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看到 美国政府一直以来 都不肯叫他们 给City派股息 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股数多 他现在大约290亿 很厉害的股数来计 如果290亿来计 如果每人就算是最低 你不能说派0.001仙 那么少 最低派1仙来计 你都说是11亿 如果每季派1仙 每年派4仙 可能很多钱 所以美国不会 那么容易被他派这么多钱出来 反而今次合股之后 譬如说我们10合1 291变了29亿 29亿就OK很多 为什么呢 就算我每个季度派1仙来计 他都说是亿多 所以今次来计 这样的合股 现在来计 City可以名正言上申请派息 如果申请派息 对一个股的银行来计 就很重要 为什么呢 银行很喜欢买的投资者 是有一个定期的收息 因为是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收入 所以变成有些大户的追捧 这几样东西其实都很重要 所以今次来计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10合1的这个动业 没错 虽然对一些机构投资者来说 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一些散户 或者是个别投资者来说 股价高了 买的关卡亦高了 可以这么说 其实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 其实会不会吸引力就减少了 会的 因为以前很多人喜欢买City 因为4元便宜 你买Lotto 5元 中涨的机会可能较大 但是现在来计算45元是较难 试试提醒大家 如果你看历史上来计 每重合股的公司 10间里面有5间 即5成是继续下跌的 那变成了以前你说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大家 AIG 可能那时候20合1 变成合完之后 跌过去到6元都有 就是说合股的时候 未必好 通常是有弱股才会合股 我们看到这次合股 如果大家想追捧这些股 可能要等一等 因为合完之后 通常有些少是下调的空间 下调完之后 再入市就未迟 可能回家 短期来说可能有少少波动 是 没错 大家留意着 说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 到明早同一时间 早上9点 继续在财经三号的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